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晚11點半左右 警察出動快速應變部隊 去到旺角山東街和花園街一帶施展布袋陣 繼而收網大圍捕接近200名市民 這群被捕人士全部都是遭到濫捕 根本上昨晚在旺角街頭上 就沒有發生過任何激烈或勇武的抗爭行為 這群人完全是逛街的 你不能因為他們晚上逛街不回家就逮捕他們 而且昨晚逮捕的不僅是街坊市民 而且還有一些是記者 根據Telegram的文宣組圖文直播台所說 今天凌晨大約12點半 有多名男警進入旺角駛街公園的旅廁 原來是要拘捕一名女記者 期間傳出一些慘叫聲 以及發射胡椒噴霧的聲音 後來有記者截犯現場進行調查 發現到廁所裡頭一片狼靜 而且還檢視到有多張染血的紙巾 到了凌晨4點多時 有一個網媒叫余斌 他們發表了一則聲明 證實這名記者是屬於他們旗下 而且遭受到警方的拘捕 根據他們的聲明所說 就說這名女記者因為生理需求 進入了洗衣街公園的旅廁 其後失去了聯絡 事後他們就得識有男性的防暴警員到場 並且架設了封鎖線 禁止媒體記者靠近採訪 後來有消防救護員到場 就在旅廁裡頭帶出一名傷者上救護車 後來證實這名傷者是他們的女記者 他們立即派員前往醫院了解情況 發現女記者的頭部有明顯傷痕 亦被警察鎖上手扣證實被捕 他們已經馬上聯絡律師協助這位女記者 他們說十分重視在場記者的人身安全和新聞自由 對任何記者在工作期間被捕 以及遭受警察暴力對待一事 感到非常震驚和遺憾 並且予以嚴厲的譴責 警方在這次行動中嚴重違反職業操守 罔顧人命安全 現在這群警察簡直是完全事無忌憚 大家回想一下 在去年6月的時候 即是反送中運動的初期 這群警察還會在裝模作樣扮下文明 有遮醜布在這裏 又說要針對那些女性的被捕人士 只會安排女警進行搜身和拘捕 現在索性地找到這名男警 而且不止有多人 多個男警闖入女廁 拘捕女記者 到底有什麼迫切性 要你這群男警 這麼猴禽 衝入女廁拘捕 請問 到底這名女記者 干犯了什麼惡行呢 要你這麼心急 這麼勤青 真的不理解 你是不是要出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準則現在又變了 又退了 你們這些警察有沒有底線呢 為什麼不可以即時安排女警進去呢 就算你要拘捕 你要鎖 你也沒理由找男警 他有什麼這麼厲害 干犯了什麼 滔天的罪行 是女記者 人家都是因為生理需要進入女廁 拘捕什麼呢 請問 蛤 拘捕一會會死的嗎 蛤 到底在做什麼啊 你們這些人 這些完全是赤裸裸地告訴市民 根本上現在已經是一個軍政府的狀態 就是說你們這些警察打斜行打橫行 怎樣都可以 因為你們就是看準了 市民根本上就是沒有你們的 因為在現行的制度下 對於警權是毫無制衡的 所以你可以在市民的目光底下 明目張膽地派遣這個男警進入去屢次 到底你們在裡面做了什麼呢 是不是純粹拘捕這麼簡單呢 根據那個網媒所說 就說看到女記者的頭部是有明顯的傷痕 希望這個網媒也會再次出來詳細地說明清楚 到底這個女記者在裡頭 是不是受了什麼的冤枉 受了什麼的不公平的對待 在眾目攜攜的鬧事下 你們這些警察都可以乾犯這種惡行的 更何況是831 在閉路電視拍不到的地方 你更加只可以為所欲為 當然不只是這個女記者受到這種情況 還有在昨晚11點半左右 警察驅散市民期間 多次向大批記者施放胡椒噴霧 這些記者感到不惜 馬上應聲倒地 需要大量義務急救員的協助 但是當時這班警察就將記者重重包圍 不准他們離開 而且還要求這班記者坐在地上 進行折查和搜身 更加要求那些在進行直播的記者適機 這就是相當大的問題 就算你們警察之前點睡覺也好 你都尚且不夠膽直接開口叫記者適機 最多你就拿著記者的身份證 放在他的直播鏡頭面前 使得記者難堪 使得他的尷尬 使得他陷入一種兩難 從而迫使他去關機 現在不是 直接就要求他關機 而且全部坐在地上 不准進行現場直播和採訪 這當然是大問題 你就會使得抗爭現場 出現了一些採訪的盲點 出現了一個採訪的黑洞 當這些記者被你重重包圍的時候 根本上你在其他地方 為所欲為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沒有這些鏡頭 你所干犯的惡行、劣行、暴行 就完全沒有任何鏡頭 是可以向人反映的 沒有了紀錄 你就是想製造這件事 現在你在試這個水溫 你就是要測試一下 到底社會大眾對於這件事 會不會有很強烈的反彈 所以記協和業界的人士 一定要站出來說清楚這件事 要不然到時連真相都記錄不到 那就糟糕了 一來 這些警察 若然以後就算有這個轉型正義也好 你都沒有了那個歷史的片段 沒有了那個歷史的見證 去追究責任 第二 若然出現了這些採訪黑洞 採訪盲點的話 在現場市民的遭遇就慘了 有個鏡頭在這裏 尚且可以是時無忌憚 如果是連鏡頭都沒有了 那到時更加是糟糕了 所以一定要保住這件事 就是新聞自由 無論如何 一定要將真相記錄下來才行 除此之外 昨晚還有三母女的遭遇都非常淒慘 本來這三母女去到旺角那裡吃宵夜 只不過後來那兩個女兒被警察抓了 因為大圍捕 老母就在這個防線外邊哭 就說警察拘捕了他那兩個女兒 其中一個十二歲的女兒患有哮喘病 不舒服 他就要求警察被他陪伴的女兒去醫院治療 我覺得這個要求完全不過份 很合情合理 但是那些警察怎麼會肯聽才行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在現場要求警察協助 並且通知了指揮官 只不過那些警察對許智峯恨之入骨 怎麼會理會他才行 那些警察不但不理會 而且還對許智峯和母親作出驅趕 這些簡直就是不近人情 喂 那兩個女兒可以在現場做什麼行為 因為昨晚根本上完全沒有發生過任何激烈的勇武抗爭行為 那兩個小女兒有什麼插翼難飛 給他媽媽陪伴他去醫院的時候 醫治了一個哮喘才行嗎 檢查了才行嗎 這些人是什麼汪洋大盜 請問 啊? 要不要這樣做到這一步啊? 完全沒有顧到家長的感受 當然這些警察平時在家裡都是打老婆 又打子女的 連自己的子女都可以虐打 更加何況別人的子女 是吧? 是真的 人家的媽媽都很傷心 在現場那裡 見到自己的兩個女兒 一買完宵夜回來 就被你拘捕了 拘捕什麼呢? 請問這兩個人擺明都不是抗爭的 那些三母女是不是? 是又拘捕 不是又拘捕 你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嚇怕所有市民 使得那些市民在疫情過後 都不敢走上街頭 你就是想做到這一步 好了 昨晚不單止這三母女 鄺俊宇也很慘 啊 這些警察就無厘頭拘捕了他 那怎麼拘捕呢? 就說他在進行非法集結 其中一名的防暴警察 就是用警棍掃向他的腹部那時候 那馬上就應聲倒地了 在他滾下地之際 立刻就有兩三隻防暴警察衝前包圍著他 好像不想被那些直播記者拍到什麼畫面 另外一隻防暴警察看到這樣的情況 一個戰步就衝過去 拿自己的膝蓋跪下去 鄺俊宇的頭那裡 他直接衝過去衝過去 然後跪下去 那一刻一定是痛到瘋了 一定是 只是你看看畫面的重播 也已經是 我也不想再看了這麼多次 哇 有沒有搞錯啊 都已經是動彈不得了 已經是垂下地了 你已經先頭用警棍掃向他的腹部了 都已經痛到瘋了 還要這樣跪下去 你是不是瘋了 謀殺嗎 你猜 這些叫做拘捕嗎 這些又叫做合式武力嗎 在畫面當中那幾秒 鄺俊宇完全沒有反抗 簡直都反應不來 無緣無故被你用警棍掃向肚子 那裡 是不是瘋了 這些人 這些叫做執法 這些叫做神聖的執法 這些叫做法治的捍衛 這些叫做行私刑 這些是將你們平時的積壓下來的情緒 因為你當鄺俊宇是眼中釘 一看到他馬上就要衝過去 是不是瘋了 這些是不是行私刑 這些是不是行私刑 如果鄺俊宇是干犯法例的話 那你就等一個司法來判 根本上整個司法 根本上整個法治的制度 都已經是偏幫了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犯法 一定是會判刑的 要不要你這樣做 你現在在現場做這些做什麼 要不要這樣跪下去 人家的頭上 是不是瘋了 上個星期四 才有一個藍亞佬 懷疑是被你們這樣弄一弄 就死了 那件事都還沒完 現在你又要跪下頭上 還要衝過去跪下頭上 你們這些傢伙是不是瘋了 要不要調轉逆地而處 嘗試一下 幸好這段實況 就被香港電台的記者拍攝了下來 所以為何新聞自由和現場直播 是這麼重要的就是這樣 每一個角落每一個鏡頭 都是很重要的 就算現在這一刻追究不了這些警察也好 起碼把真相記錄下來 歷史是會記得這一筆債的 到時到後就會清算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